你有没有用过偷拍APP啊 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到底有多好用吧 打开苹果的软件商店 输入偷拍 哇 还不止一个呢 让我们就点开第一个吧 左滑调整明亮度 右滑调整透明度 可以一边假装浏览网页 一边实际在偷拍 这真是太方便啦 我们来拍两张照片试试看吧 还可以设置密码呢 真高级 专业版的要付费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拍的照片在哪里 我很好奇我们的手机相册里 会不会有这些照片呢 啊 没有呢 一点都找不到 只有我的这些杀掉表情包 所以如果我怀疑你偷拍了 想要去看你的手机相册里 有没有我的照片 我是根本看不到的对吗 只能在这个非常好用的APP里 才能看得到你拍的照片 真不知道这么好用的APP都是实在用呢 我全程态度温和 没有影射和阴阳任何人的意思 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条视频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15号星期四 今天呢 是这个中国最高领袖 习主席的这个生日啊 整整70岁的大寿 给我在这呢 就不祝贺这个习主席生日快乐了 毕竟呢 到现在 习近平 他在中国墙里边成为一尊 已经是有好几年了 但是呢 这个中国官方呢 从来没有公开给习近平做过寿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开的祝这个习近平生日快乐 但是呢 狗哥呢 估计这个中国墙里边距离这一天呢 也不远了 他就是肯定在过个这个一两年两三年 中国官方呢 他就会公开的给习近平过生日啊 他会公开的带领中国人民 助习主席呢 万寿无疆 这样给这个习近平这种待遇呢 就跟当年这个老毛的待遇呢 是一样了 这个呢 是在将来的肯定呢 会出现的 今天在这个地图北京 梅西所在的这个阿根廷足球队 跟澳大利亚队呢 要踢一场比赛 这个呢 也是中国官方安排的这个 给习近平过生日的一个特别的节目 这场比赛应该呢 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八点钟开始踢 狗哥呢 是查了一下北京啊 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北京是这个超级大高温 可以说呢 是水深火热的这么一个天气 在晚上八点钟 这个气温可能呢 也有三十四度 三十四度 大家呢 可以想一下啊 梅西这些球星 在三十四度的这么一个高温里边踢球 给中国最高领袖庆祝生日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这个呢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狗哥认为 人家梅西这些球星呢 根本不缺这个钱啊 人家根本没必要去受这种罪 所以呢 这种事啊 以后人家呢 肯定不会再去中国干了 这个呢 是今天狗哥首先 说了两句啊 关于这个习主席的生日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是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偷拍问题 中国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呢 是最近这几天 中国墙里边啊 可以说呢 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就是中国人民之间的这种相互偷拍 所谓的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 大家来看 著名的这个胡锡进啊 中国墙里边最著名的这么一个风向标 狗狗老胡 他在昨天发了一个微博 老胡说呢 这两天网上呢 又闹出来一些情形各不相同的偷拍事件 有的又是诬告 有的真的是偷拍 希望这些讨论呢 不要刺激线下的紧张 造成过度的警惕 产生太多的纠纷 灰烬说呢 希望线下已经解决了事呢 尽量别往线上闹 因为一打开手机 现在这热搜上呢 全是这种事儿 显得我们这个社会呢 是很乱 显得是这个人心汪汪 而我们真实的社会 没那么不堪吧 胡锡进 他这个微博的这个最精华 就是最后一句话 他说呢 我们真实的中国社会 没那么不堪吧 狗哥当时看到他这句话呀 真的是就感觉到很乐啊 真的 有时候感觉这个老胡 胡锡进 他讲话呀 真的是高级黑 狗哥认为呢 胡锡进 在他们内心深处 肯定呢 是隐隐约约的知道 中国社会里边的很多方面呢 都是非常的不堪 都是这个见光死 但是呢 他身为这个最著名的叼盘狗 他呢 就还必须坚持公开讲 我们中国没那么不堪吧 胡锡进这么一头啊 像他这样一直活着 狗哥认为呢 他真的也是活得很不容易 真的是活得太挣扎 今天的狗哥呢 就很系统的给大家聊一下 中国墙里边存在的各种偷拍的问题啊 看到底这方面这个问题呢 有多不堪 对这个问题 狗哥呢 先用四个字概括一下 就是触目惊心 完全崩塌 而且呢 在以后的这个短时间里边 中国墙里边没有任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的希望 说这个偷拍之前 先说一下中国墙里边这个公开拍的这个问题 这方面呢 主要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 他在墙里边建立的这么一个完全监控的社会 中国墙里边呢 到处都是官方的摄像头 到处都是中国官方的这种啊 强制人脸识别的这个情况 这方面 大家呢 肯定都清楚啊 今天狗哥呢 就不想一聊了啊 就是中国墙里边的十几亿人 那在中国政府中国官方的面前呢 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在完全裸奔的状态 毫无隐私可言 这个呢 就是中国墙里边这种啊 公开拍的这个问题 也是那句非常著名的话 老大哥在看着你 前两天 中国墙里边的 还有人在比较认真的讨论这个街拍的问题啊 讨论这个隐私的问题 就是成都太古里的那个事儿 引发的 狗哥认为呢 你不去首先解决老大哥 他公开拍的这个问题 那在墙里边去讨论什么 这个街拍 合不合法啊 隐私 受不受保护的这种问题 没有太大的意义 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因为现在中国社会里边的很多问题 他归根结底的这种癥结根子 就是老大哥的问题 老大哥 他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很多问题呢 他根本呢 就解决不了 那关于这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这个问题 最近这几天呢 也有一个新消息 说中国的这个街头上的警察 他们现在呢 根本不用去查路人的手机 他们在这个手头的设备上 只输入路人的身份证号 就可以看到他们手机上 全部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大家来看 这个呢 是在中国海南的一个网民 他最近反映的情况 说呢 他在海南海口的一个港口呢 做轮渡 被海关和警察呢 联合抽检 他们居然能够不通过他的手机 仅凭他的身份证号 就能够获取他的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 对这个操作 这个网民呢 当时就震惊了 他说呢 当时他的手机呢 就放在桌子上 但是呢 人家这个警察 对他的手机呢 连看都不看 直接拿他的身份证 就可以输出他的微信聊天记录 已经删掉了那些个记录呢 也完全都可以恢复出来 大家说 中国警察现在的这个操作 是不是相当的厉害 当然了 这个中国人的微信这个东西 全世界早就知道 这个东西呢 他早就被中国政府呢 是严密监控了 中国官方从这个微信的后台 可以去看 他们想要看到的任何的东西 但是呢 以前这种监控呢 他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啊 都是这个公安 他们内部的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才能够去查 最近这个消息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 现在最普通的中国的街头警察 也都有这种能力了 他们手里边这个设备 只要扫一下中国人的身份证 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微信里边了 所有的东西 那这个呢 就相当的厉害 相当的牛叉了 当然了这个呢 他那也就更可怕了 因为现在的中国人 即便是在一个最普通的街头的小警察面前 也已经呢 是毫无隐私可言 是完全的裸奔 倒退回这个六年前 七年前 当时中国墙里边查手机的这种操作 基本上还只是出现了新疆 那现在这种操作呢 在中国墙里边了 已经是完全铺开了啊 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个呢 是必然会出现的 那这个老大哥 他公开看的行为 狗哥今天呢 就不多说了 今天主要聊 除了这个老大哥 他公开看的行为 那中国墙里边呢 还普遍存在这个人民之间相互偷拍的这种行为 而且呢 这种啊 人民之间的偷拍 跟老大哥公开看一样 也是这个非常的触目惊心 同时呢 也是极端的恶心 狗哥自己以前还在中国墙里边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非常的警惕 所以呢 狗哥自己去出差 或者说呢 呃 去中国某个地方玩 总是尽量的住这个比较好 比较贵的酒店 这样呢 在这个房偷拍方面 就会尽量的安全一点 狗哥知道 在中国墙里边 即便是这个比较贵的酒店里边 那这个被偷拍 他呢 也是有这个比较大的概率 但是呢 比较贵的酒店里边呢 会尽量的安全一点 那在这个酒店里边 会被偷拍到什么 这个呢 也不用狗哥呢 再去详意解释了 大家呢肯定都懂 一个呢 就是那些啊 对着床的那些个摄像头 另外一个呢 就是卫生间里边隐藏的那些个摄像头 中国的媒体在以前曾经呢 有过这方面的一个数据 可以证明 中国墙里边的这些个偷拍呢 主要是出现在经济型的酒店里边 以前被曝光的这个偷拍案例里边 有62%都是出现在经济型的酒店里 出现在这个高档酒店和豪华酒店里边偷拍案例的这个比率呢 是差不多16% 所以呢 很显然 在中国墙里边你住这个比较贵的酒店 被偷拍的这个概率呢 就会小很多 他这个数据里边说在墙里边住民宿被偷拍的案例呢 只有4.7% 这个数据墙里边的玩家们都可以注意一下 我自己呢 也是认为在中国墙里边住民宿被偷拍的概率比住酒店呢 要小很多 因为酒店里边偷拍 经常呢都是这个专业的偷拍产业链他们干的 那这种产业链 他们去民宿里边偷装摄像头的这种动力呢 不如去酒店里装这种动力足 所以呢 中国民宿里边的隐藏的摄像头 就比酒店里边呢 要少 这方面呢 就相对来说呢 会更安全一点 另外 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经济型的酒店 跟高档酒店的偷拍 他们的这个处理方式呢 不太一样 经济型的酒店里边偷拍 他们主要呢 就是搞的那些私密的视频 然后呢 他们拿这些视频呢 去卖钱 去获利 高档酒店里边偷拍到的这种视频 当然呢 也可以拿去卖钱 但是呢 他们呢 也更可能会用这些偷拍的视频呢 去敲诈当事人 因为住这个高档酒店呢 一般来说呢 都不差钱啊 都是比较有这种经济实力 所以呢 他们就更可能被这种私密视频呢 敲诈出来钱 这个呢 是中国墙里边这个酒店 民宿们 他们大概的情况啊 这些呢 都属于是短期的住宿 那在这个长期的住宿方面 出租房 出租屋里边 被安装隐藏的摄像头 这个呢 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几年前 中国墙里边的一个案例 房东在对床插座内装摄像头 姑娘半年的私生活被看光 这个呢 是发生在中国江苏省长州的一个案例啊 一个这个25岁的姑娘 她在租房半年以后意外的发现 正对着她的床的一个插座里边 是暗藏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后来查证 这个摄像头呢 是她的房东安装的啊 摄像头呢 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APP呢 连接和操纵 那这位姑娘 她半年以来的这个私生活 就全部暴露在房东的这个手机里边 最后这个房东呢 是被治安拘留了五天 五天 这个呢 就是中国墙里边偷拍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隐藏了这种针孔摄像头呢 可以说呢 是无处不在 在酒店里边 在民宿里边 在出租屋里边偷拍的 全部都是这种东西 针孔摄像头 而且呢 在中国墙里边 这个非常强大的中国政府啊 他对于针孔摄像头 这种泛滥的情况 他没有任何的管理和限制 是处在一种完全放任的状态 这个呢 也是造成中国墙里边偷拍泛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另外一类是这个更可怕的 大家来看 妇科检查视频 一指私密 这样的视频呢 在网络上只卖这个两块八毛钱 网络上还有这个更多的啊 像这个全国所有大大小小医院摄像头在线观看 需要的抓紧了 医疗检查套餐 20台精品ID 需要的私疗 是实时监控 不是录播视频 你像这些都是中国墙里边医院里边很多这个妇科诊室里边的视频 那在这些个妇科诊室里边都能够拍到什么样的视频 大家呢 肯定也都会这个清楚 所以呢 这方面这个偷拍呢 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方面像这样的偷拍是有这个变态的妇科医生 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故意装的这个真孔摄像头秘密拍摄 另一方面 就是这个医院官方他装的摄像头呢 是被入侵 然后呢 这些视频呢 就被偷看到 这儿呢 就涉及到中国墙里边他生产的摄像头的安全性问题 狗哥呢 就一句话概括 就是中国墙里边他安装的这些个摄像头是毫无安全性可言 这些摄像头在偷拍产业链的那些个专业黑客那呢 基本上也都是这种裸奔的状态啊 那些黑客呢 他们很容易就能够侵入这些摄像头获取到很多私密的视频 另外现在在中国墙里边很多这个普通家庭里边在房子内部呢 他们自己呢 也安装这个摄像头 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的普遍 越来越多 那这些个家庭用的摄像头 基本上也都是很容易就会被偷拍的黑客们的侵入 然后这个普通中国人房屋内的这些个私密的生活呢 也都会一览无余 另外就是这几天这个中国墙里边最关注的 在这个所谓的公共场合拿手机偷拍女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同样他是很泛滥 今天面看头的小视频呢 就是一个姑娘 他发现在这个网络上还有专门的这种偷拍的APP 那这种偷拍的APP他是怎么用的 大家从这小视频里边呢 肯定也都看明白了 中国墙里边所有这些个偷拍啊 偷拍极端泛滥的情况 最主要和最大的受害者 显然呢 都是中国的女性们 这个呢 大家肯定呢 也都是会认可的 因为偷拍的看偷拍的那些个私密视频的肯定绝大多数都是在看女性的那些个私密的视频啊 如果中国墙里边偷拍的这个最大的受害者是男性啊 这个偷拍的主要是都想看男性的那些个私密视频 那给我认为 中国这个社会呢 就太牛叉了啊 就真的可能比这个美国呢 要先进这个一万年了啊 但是呢 这个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中国墙里边的这种各种偷拍 这种触目惊心 最主要和最大的受害者呢 都是女性 这个呢 是没什么疑问的 那为什么中国墙里边这方面问题 它会这么的严重 很多网友都会知道 墙外边其实呢 也会存在这种问题 就是针对女性隐私的这个偷拍行为 但是呢 狗可以说呢 中国墙里边这个问题呢 是大家生活的这个地球上最严重的 最泛滥的 最触目惊心的 因为在这个发达国家啊 在这个现代国民国家里边 搞偷拍的 它本身呢 就比较少 而且呢 很多国家对这方面这个法律的惩罚呢 都会比较重 所以呢 在这个现代国民国家里边呢 偷拍的问题呢 不严重 狗自己在中国墙外边旅行 在中国墙外边住酒店和民宿 完全就不担心被隐藏的摄像头 偷拍的这个问题 在现代国民国家的酒店里边 这方面问题呢 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是呢 基本上可以忽略 因为这种概率呢 它真的会太小 太低 这个呢 是发达国家里边的情况 那在这个地球上啊 不发达的国家里边 这些国家的人呢 他们买的各种这个针孔摄像头 隐藏摄像头这种条件呢 又没有中国人那么方便 所以呢 在其他这个不发达国家里边 这种偷拍的情况呢 它呢 也不是很严重 所以呢 就只有在中国啊 在中国买这个针孔摄像头呢 是相当相当的方便 因为中国是这方面 这个世界工厂啊 制造业最牛叉 对不对 中国墙里边 这个官方法律 对这方面的打击呢 又相当于是零 完全放任 而且呢 中国这么多人里边 这个人渣的比例浓度呢 又会比较高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导致中国在这方面 成为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 这个呢 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我认为呢 这方面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放任 不作为 你像刚才说的 中国江苏的那个姑娘 她租在房子里边 被房东装了针孔摄像头 她的隐私 被房东看了半年多的时间 最后 警方对房东的处理结果呢 是只拘留了五天 狗可以说 像这种案子 它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里边 都不会像中国处理的这么轻 这么轻描淡写 狗认为呢 这个呢 就是中国墙里边偷拍 这么可怕啊 这么触目惊心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官方 他们的完全不重视 去解决 他们的这个相当于完全的放任 最近英国BBC是出了一个很棒的纪录片 追查吃汗 曝光呢 就是一个在日本的 有一个这个偷拍女性的团伙 但是呢 这么一个在日本的团伙里边 成员都是中国人 BBC报答以后 这个团伙的头头啊 叫齐叔 他呢 是马上就逃离到日本 中国官方说呢 这个齐叔呢 他呢 是没有回到中国境内 狗哥认为呢 中国官方啊 中国政府 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 他们如果说 能拿出来这个对付 像四通桥的彭在舟 像对付白纸运动那样 百分之一的那种决心和行为 那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偷拍问题呢 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的泛滥 所以呢 这方面主要的锅在哪儿 再给我看来呢 是很清楚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聊啊 拜拜